不就是要钱吗 都给你好了 我这天怎么都不见了 妈 妈 你有看到我钱吗 听说你跟林冬美分手了是吧 放弃吧 她还是爱着我的 你已经跟她离婚了 为什么你就偏偏喜欢我陈孝飞的女 你还是个男人吗 林冬美 你真是太过分了 趁着我不在家 居然给依林包礼堂 不行 依林这样会不会被她抢走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 依林 你刚才就应该直接把林冬美拒绝在门外 你怎么能让她进来呢 你知道刚才那一幕我看见 你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你想的真的太多了 就是聊个天 仅此而已 你说话告诉我 你们是不是在底下偷偷约会 怎么可能呢 林冬美来家里边 好歹三个客人 你什么意思 我们把他们赶走吗 她是你的前妻啊 她来家里照顾你 你要我怎么想 你们在公司捡不够 还要跑到家里来吗 我真的不想跟你吵 我咳嗽美好 你也不关心我 家里来个客人 你跟我急跟我闹 我先走 我来带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鹅回来了 回来了 吃饭没有啊 吃过了 我去给你烧点水 男弟你过来一下 爸爸有话跟你说 瞧你这无奈的样子 像一个要结婚的人吗 我听你妈说 订婚的事 一直是你妈和琪琪在忙活 你什么都不管 这样可不行 你不要让琪琪太伤心了 爸 对了 还有 你抽空问一下琪琪 看看你琪叔叔有没有时间 回头我带你过去 向她当面道歉 上次你突然走了 你根本没有把人家放在眼里 爸 勉强结婚只能毁了琪琪的幸福 您是不是去找布林多美了 是 您跟她说了什么 我一猜就能猜到 但是您为什么要那么残忍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已经受过那么大的伤害了 您怎么还能说那么残忍的话呢 如果你听话 还用得着我去找她吗 再说了 我都跟她说任何狠话 不都是为了你们俩吗 你赶紧跟她断了 把琪收回来 别再错下去了 爸 我只安您多美一个人 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 如果琪再收不回来的话 那我只好再去找她 到时候谁心里难过 你比我清楚 爸 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喝酒了 对啊 对啊 每天寄人篱下 没有 没有 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 爽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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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别想 我们喝醉 喝到天亮 干杯 怎么闹钟在响啊 在哪里响啊 我知道啊 我手机响 喂 达达 你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您有什么事儿吗 是啊 您好 孟茴 我刚跟朋友一起喝了点酒 现在 有点想你 那个 我 我刚才 刚才 你再喝酒了 我刚才在看小说呢 我买了一本 现在特别畅销的小说 那个作家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是吗 叫什么名字 我也想看 随便说一下 随便吧 你现在是不是身边有人 说话不方便 对啊 我跟我妈在一块呢 这本书啊 不好买 那个作家 反正我特别喜欢 改天我给你买一本啊 送给你 嗯 行 我妈叫我呢 我先挂了啊 拜拜 妈 你太吵了 你挂得那么快干嘛呀 人家给你打电话 你就多聊一会儿 多聊多聊就露馅了 本来就不应该说谎 说谎还得剧圆 真烦 就应该说大实话 所以说 你笨啊 你告诉人家你在喝酒 哪有喜欢女人喝酒的男人啊 啊 你呀 就没有你妈情商高 也没有你妈会谈恋爱啊 是是是 情商比我高的那个人 刚失恋哦 你说的什么话呀 说的是实话和梦话 对啊 刚才那个声音怎么那么熟啊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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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没有人能强作属于你的毅力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多美和爸爸带我到了一个好大的公司 你哥他 哥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 要不今天我带你去公司转转吧 说不定还会想起什么事情来呢 好啊 杨农洞董事长拒绝投资我们呼福体验中心 你们就一点对策都没有 那你们都干什么呢 我们召开招商会引进其他资金呢 你新闻都发出去了 你现在开招商会 那人家肯定认为 我们的项目是有问题的 你用点脑行不行 想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只能是私下联系 谁有意向马上通知我 你明白 好的 进来 董事长 找到能跟我们投资的人了 谁啊 这个人叫巴宋 爸爸是泰国人 妈妈是中国人 这个巴宋 是亚洲最大互入品牌的掌门人 生意场上一直是眼光独当 投资项也可有缘件 巴宋 这个人我听说过 听说他最近有来青城的计划 就是要寻找多紫项目 好 巴宋 巴宋 小董 去查清楚他来青城所有的行程计划 一定要约他见个面 嗯 妈 这里好大呀 多美 你就带多俊到处去看看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等你们 好嘛 那你等我吧 我们很快下来 好 走 进来 董事长 董事长 查到了 巴宋的三个随从昨天已经造成中国 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在青城了 那还有呢 他喜欢什么爱好什么住哪儿 打听他了吗 那个 巴宋行事为人非常低调 行程根本不对外吐落 小董事长 凡事用点脑子嘛 没有想不到的 只有办不到的 你明白吗 明白了 巴宋 只要找到你 我的问题就迎刃而接了 小飞 你好 托俊 你怎么来了 哥在家里待着实在是太无聊了 带他出来散散心 顺便也参观一下公司 托俊 参观的感觉怎么样 还想去哪儿 我想去你办公室 好 来 你跟我来 你现在不忙吗 我 不忙不忙 正好想休息一下 谢谢你啊 你跟我说什么谢谢呀 来 你跟我来吧 走吧 哥 一个个人 我想줄ставля 有了 我的天啊 你跟我去哪儿 这就把我吃了 这真的 咱俩服吗 那你不能地就拿了 Hitler怎么办公室 你不可以拿出来 我自己去哪儿 对不起 我现在是个手水 吗 所以呢 我都得叫你 杜俊啊 以后要是喜欢经常来啊 诶 多美啊 你怎么想起来 把你哥带到办公室了 是他想起来什么了 没有 我现在已经不急着 他想起什么来了 只要他每天开开心心的 我就知足了 是 这事不能着急 给闹闹来 对了 中午你跟杜俊 在这儿吃饭吧 好啊 杜俊 想吃什么 杜俊吃 巴松形势为人非常低调 形成根本不对外屠罗 巴松 你到底在哪儿呢 只要找到你 我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因人而解了 巴松 巴松 哎呀 施华 这些都是从南迪房间拿出来的 从他床底下捡出来的 我看南迪是借酒消愁吧 就这几天喝这么多的酒 不把自己的胃喝坏了吗 说话 给他做点养胃的汤 我给他送去 你说说这个孩子啊 就是再痛苦 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 太太 南迪跟我性格是一样的 我们对感情是非常执着和坚持的 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 不会的 这娶个媳妇真要要了命啊 主编 您就放心吧 书稿啊 我一定会按时交的 现在我正在整天 没日没夜地写呢 您放心 质量一定没问题 好的 谢谢您的照顾啊 再见 写得怎么样了 主编用打电话来催进度了 加把劲吧 钱不是问题 请放心 李达 你来得正好啊 现在又不关我的事 李达 一会儿你去公司把这个交给难迪 谢谢您啊 应该啊 夫人 您太客气了 您好 不好 因为某个人 我一点都不好 说话呀 不要太纠结了 你不跟我说吗 要用时间和心魂解决失恋的痛苦 怎么让自己就糊涂了呢 太太 你不明白啊 我跟李达之间的感情 太难过 太纠结了 什么爱 你没有感觉的 谁让你天天来这儿 都对我笑 还说喜欢我 做的菜 我做别人也会多想 真的怪我自作多情吗 我真没有那个意思 没那个意思 你干吗来救我呀你 你在这儿装什么呀你 你 你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太丢了 我现在的心情跟难迪一样 难过 我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李达 饭盒的事拜托你了 我 我 你那天怎么那么着急 把电话挂了 我还可能话没跟你说呢 我妈在旁边 有些话我不能当她的面说呀 那多不好意思 达达 你在干嘛呢 我 我啊 我当然在工作了 工作不要太累啊 还有 就是你想我的没有啊 想我当然想你 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找你啊 他根本就没有在工作 这是谁在旁边喊啊 我没有没有人 就我一个人 你是抢我男人的女人吗 李达 你旁边都是女人啊 你除了我还有其他的女人 算了我不想听 喂 我 你是因为这个女人 离开我的是不是 我 她是谁 你为她离开我是不是 你让她跟我出来 我看看她到底是谁 大家请看 现在桌子上放着的 就是为袁梦系列 设计的新款外料包装 我们将从这三款设计中 最后选择一个 不急于有答案 大家可以仔细地研究和分析 看看到底哪一款 更符合我们产品的理念 明天开会的时候 再做投票决定 你说明天的会议 叶董事长也会来啊 是的 因为这是袁梦系列 第一次整体还包装 而且又赶着双减 所以很受重视 那这一次投票 可叫慎做嘛 确实 得谨慎一样 就按这次大家 可以认真地选择 谨慎的投票 因为这关系着 我们袁梦计划的整体形象 我现在手里拿着的 就是设计样图 和提案者的设计理念 大家拿回去仔细研究一下 跟明天 真是没想到 李达会是这样的人 脚踩两条船 那这跟我之前的老公 有什么区别啊 你不是一模一样吗 我们会怎么摆脱不了 这种命运呢 姐 你怎么这个表情啊 你怎么了 爱情失败 生活不顺 你又买东西了 不是 这是我们公司啊 新产品 新包装设计 这是我设计的 好看吗 不错 不错 那个呢 这个啊 林多美设计的 林多美 这个怎么跟网上 那个非常火爆的 设计小布的标志 是一模一样的呀 姐 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说这林多美设计的 但是这个跟网上 一个非常火爆设计小布的 标志是一样的呀 那家店的设计师 就爱用小厨局 你看这个也有 姐 你说是真的吗 绝对是真的 千真万确 林多美 赶快点 咱们等着瞧 现在的三个设计样品 分别是林多美 文心 琪琪三个统治设计的结果 昨天已经把图册和文字说明 发给大家了 现在就请大江宇悦的发言 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们好统一投票 林多美的设计 好像根本就没有参赛的资格 文组长 你有什么理由这么说 因为她的提案 根本就不是自己设计 而是抄袭 她的设计被我发现 和网上的一家店铺上的设计 有很多的雷同之处 所以我有理由怀疑 林多美的实习理念 根本就是在抄袭这家网店的设计 请大家仔细比较这两个设计 都是用处局作为设计元素 这也正是这家网店的 主人一贯的设计风格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 所谓设计 最重要的就是原创 如果随便剽窃别人的东西 就说是自己设计的 那所有腿人都会成为设计师吧 并且你能够设计的 并且我们袁梦一直支持的是 原创还有自己的设计 是根本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林多美 文组长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吗 文组长说的没错 我的确 借进了这家店铺的设计理念 但是 我并没有抄袭 因为这两样东西 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我就是这家网店的主人 你胡说 明明就是你抄袭人家的 林多美 被人揭穿的自卫不好受吧 你现在是冒充这家网店的主人 已经太晚了 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吧 我说的话是不是谎言 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来 只要登陆上我的店铺 店铺上就有我的实名认证 如果登陆进去了 你还会说我说谎吗 你还会认识 设计小铺是我进公司之前 自己开的 起初我是为了生活 但是没想到 生意越来越好 口碑也越来越好 后来我当了代言人 就再也没有时间经营了 文组长 我很能理解你为公司着想 也知道你的心情 但是这次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现在就可以登陆我的店铺 让董事长和各位同事确认一下 易临 关呗 老公 我这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知道你想解释 这么多人面前 我的脸被你丢尽 你又没有脑子 你怀疑这些东西之前 你做过调查吗 我怀疑我是被林多美陷害的 她是故意想让我 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 说话讲点逻辑好不好 是你自己去找网店 是你自己去调查的 林多美没有揪着你去 易连 我 行了 我让你去林霄组帮忙 你就是给我添麻烦 你让比拉伍的人怎么看我 怎么看我们飞跃集团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怎么知道林多美 她没事开什么网店啊 我是发现我才揭发 我也是为了公司啊 你这不是为了公司 你就是看林多美不惯 可是林多美根本干不出这样的事 你现在是在怪我错怪林多美吗 我才是你的老婆啊 我对时不对人 你看看你现在自己 心态越来越差 如果我不说你 我真的害怕你做出什么 出格的事情 我拜托你 把心思用在工作上 不要去想那些没用的东西了 好不好 好 关门 总是跟林多美过不去 南迪啊 这个文组长到底怎么回事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怀疑林多美 对了 那个网店查清了没有 到底是不是林多美的 已经查过了 网易认证信息也核对过了 的确是林多美被人的 那这么说 我们采用她的设计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爸 您的意思是 您决定采用林多美的提案吗 大家都很喜欢她的设计 而且在网络上 口碑又那么高 我们采用她的设计投入市场 我相信 更会产生话题性 也促使大家 更关注我们圆梦系列 真的 那太好了 谢谢爸 你先别谢我 南迪啊 我可要提醒你 别把公事 和私人感情混为一谈 我可以采用林多美的提案 但并不代表 我就支持你们交往 你和琪琪 还是要结婚的 明白吗 你说陈孝飞说的这个巴宋 我们应该去哪儿找到她的 只有找到这个人 才有可能破坏 陈孝飞的投资计划 我查过巴宋的资料 她为人很低调 我想知道她行踪的人一定很少 可是现在巴宋已经在清晨了 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具体的计划你是怎么想的 陈孝飞这么着急寻找投资人 陈孝飞这么着急寻找投资人 也许我们不找到巴宋 也能达到目的 天儿真是热死人了 妈 别怎么来了 妈担心你啊 妈担心你啊 买个西瓜给你降降火 我去拿刀啊 妈 妈 你啊 就别不开心了啊 这好男人啊 多得是 实在不行的话呢 咱就一个人过 也很逍遥啊 你看啊 你妈 不也是一个人把你带大的吗 当然 妈也不想让你像我那么命苦 也想让你找个好男人啊 所以啊 你要再找男人的时候啊 得看准 别受骗 别吃亏啊 这脚套两条船的事 我怎么能知道嘛 那你是怎么知道 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啊 就是我那天给她打电话呀 在电话那边 就有个女人在那 喊喊喊喊喊 一听就是在吃醋 她的胆子也太大了 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还敢接你的电话 就是 妈 你知道吗 我感觉她那个女人啊 年龄比她大 从电话里面 声音我就能判断出来呀 一想到这儿我就伤心 我哪里比她差嘛 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能找一个老女人呢 就是 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不平衡 就算是我离过婚吧 那起码我也是年轻貌美的呀 对吧 一想到这儿 昨晚上一晚上都没睡好呢 你就这样 让那个老女人 把你男朋友给抢走是吧 什么被她抢走啊 是我先甩的她好不好 不是被抢走行吗 再怎么样我都不会接受 一个分心二意的男人 是我甩的她 是我甩的她 不是被别人抢走的 是我甩的她 对对对 你做的真对 要是这种事情发生在妈身上 我也把她给甩了 女儿 女儿 咱们以后啊 谁也不靠 就靠自己 嗯 嗯 妈 难怪人家说母女连心 可是为什么我们连命运都一样啊 哎 你太苦了 算了算了算了 命苦不重要 西瓜才重要 嗯 吃 来 妈 我以后再也不找男人了 我就这么一辈子陪着你 好不好 好 妈也一辈子陪着你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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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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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根本就不是女儿 你说这块有什么意思啊 放送你们 唐唐他姓陈 他就不信你 唐唐 你真的不是我的女儿 唐唐 你这画的是什么呀 是大象 就是他长长的鼻子 画得真好 唐唐 奶奶只是个舞将 你自己一个人玩好不好 好 快快 老啦 带个孩子都累到不行 爸爸 我真的很想你 喂 爸爸 唐唐 妈 真的是你吗 是啊 爸爸 奶奶去睡午觉了 我还是偷偷地打给你呢 唐唐 在新家过得好不好 过得好 虽然妈妈不让我见爸爸 但是 我还是 不哭不闹 好好吃饭 姑姑对我也很好 但是 我心里只有一个爸爸 不会再有第二个爸爸了 爸爸 你有没有想唐唐啊 当然 爸爸很想你啊 爸爸 你来幼儿园看我好不好 让奶奶带你 唐唐 爸爸以后都不回去看你了 你在新家 要听妈妈的话啊 啊 为什么 为什么爸爸不能来看我了呢 我会自然不停地说话 那是害怕你的空气被我冷却了下来 那是一种鲜鲜 那是一种鲜鲜 苦苦惹惹 不知名的酒 从我心里流出 又只往心里逃 我是你的谁 有谁 有谁 有谁能告诉我 我该站在那个角落 等待你的暗示 好好安排自我 你是我的谁 从没人在乎过 其实我不需要你说出口 心有隐形 他一点就足够 尽在不言中